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济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世界冠军唐李星九段 唐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给您带来这盘棋局呢 是由孟太玲 他直黑对阵Master一盘棋 好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棋局 孟太玲真的是跟Master下了好多盘感觉 对啊 不知道他为什么能下这么多盘 像唐老师你就只下了一盘 是吧 记得你最后还发过一次微博 最后一盘想下没落着下 没落着下 哎呀 谷歌他能忽悠人吗 没办法 哎呀 被谷歌也忽悠了 上一盘棋的话 有一盘就是拆到这儿嘛 对 他现在是就换一招 其实我觉得好像Master他的下法 也很多 他变招 很多变 这部棋其实我们也是没见到的 其实是不是小飞的时候容易尖冲 然后大飞一般就尖冲少 是吗 对 这部加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 这部加的话可能是应该走这儿 当然走这儿的话 虽然说我也不知道Master会想什么 当然也许Master还是有可能会碰 也许啊 我猜的 反正他这两手棋 就我们觉得很损控 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两手棋怎么说呢 这地方他觉得损控可能损了你的线 但是对外面这两手棋还有点用处 嗯 但这部棋好像确实 好像梦胎连后面都说这部棋有点丑 被一碰好像不太会下来 嗯 对 实战梦胎连走完Master就是碰在那里 然后二度扳 然后可以 对 扳一下 对 可以 白棋跳 这手黑棋是露在这儿 哦 梦胎连是走了一个这么大的飞啊 嗯 他那边 这棋的话 那如果单拆这个 其实 所以单拆这个的话白棋应该是 他怕什么呀 单拆这个的话 我觉得白棋可能应该是逼到这边 嗯 然后再走这个 再走这个的话 白棋可能还是会接 实际上 一般人可能是拆到这儿 他是拆到这儿是吧 对对 他拆了有点大 嗯 拆到这儿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先好 我可能就会逼住他了 嗯 但是梦胎的好 他就把这个扳了 对 把这个扳掉了 然后黑棋就走这边 总感觉这边是高的话 这个拆个二还是很舒服的形状 是 走这儿 你觉得就刚刚白棋还没走这儿的时候 这个局面 白棋这个 它便宜在哪儿呢 我看黑棋空还挺大的呀 这棋 黑棋空其实不是很大 嗯 这地方 虽然说白棋一下子也挡不下来吧 但是你这空的话 你想想啊 你这空的话也就20目左右 20目左右 但是你 你这个子的位置是很差的呀 你本来一个手脚的话 你就应该有10节目的起 现在你这个子的位置是很差的位置 来这边其实是挺厚的 因为如果说我挡住的话 挡下来的话 我这地方有个吃的先手 那么你 你如果说要想搬 搬着过我的话 你可能可以先断一下 你再把这个子卖掉 这样的话我这个是相当厚的 你左这个的话 我可能会搬一下 这个棋 你如果吃 我再吃这个 这个形状是 这个形状是行不行的 这形状好像黑了不见得能行 就算你能行 这就是这地方 比如说我就算我有个虎吧 嗯 你走 那这样的话 我这边 这边我可能就会吃这 吃到这种位置 你再提 这种其实还是很厚的一个形状 这个子的位置太差了 嗯 这个太差了是吧 一般这个子的位置要放在这下面要好一些是吧 对 如果说是放到其他的 就比如说就放在这吧 就放在这 那也要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棋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白的也不差 我觉得白的这几条棋 这中间还是很厚的 那你觉得这个白棋很厚吗 这个 这白棋还是挺厚的呀 哦 这还是挺厚实是吧 肯定挺厚的 哦 我觉得Mustle其实就是把自己压 其实是他的棋都把自己压得特别厚 嗯 好 把棋飞到这 爬 而且你怎么发现没有 Mustle对这种棋 它都是挂着挂进来的 嗯 要是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打入家机的 它就直接挂 对 哎呀 黑棋碰在这 现在我发现职业棋手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 都是愿意碰在这 怎么下 是不是效率会高一些 嗯 对 就其实就是一个要抢一个速度 嗯 所以这部长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可能也不会也下不出来 一般来讲这个长可能总想下别的 但是这地方 由于这底下都风太不好立 立的话 这其实被管缆上这一漏也也是不好办的 所以他就选择这个 嗯 这其实就搬走 嗯 一起跳起来 嗯 一起点 这个长 是尖了一个 尖了一个对 一起点 这时候是白棋打在这 嗯 你看现在这个定型的话 这个下面这块怎么样 嗯 你看现在这个定型的话 下面这块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这地方黑的应该没有很多不满意的 我感觉 嗯 我觉得黑棋还行 我觉得黑棋 但是其实白棋也不差 我觉得这地方定型还算正常吧 嗯 嗯 从碰开始的话 黑的这地方走 什么 走这个白的长的一个黑的地方还是破了白的一点空的 这地方也跳跳出了一个头 嗯 我觉得这棋总的来讲是差不太多 但是开始的话还是亏了一些这地方 我发现拉特特别喜欢下这种肩充 他总觉得先冲上跳 这个紫效好像对全局就是 就是影响比较大 嗯 就或许这个局部他不一定紫效高 当然他会把后面那些紫效给变高 是吧 就像现在如果你要判断中间的话 这地方黑的白的有一道这个后视 这地方有个跳 就白黑的上面有点鼓齐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影响是白鞋后 但是我们要判断的话 这白鞋后能值多少木齐 我们就判断不清 但是他可能对这个 重点是后卫他的判断就是 比我们要亲手的多 对 我觉得螳螂是这块解释的非常到位 它是连斑了 连斑 可以一起跳在这 对 对 斩 斑了 斩一路 对 先斑一下 嗯 可以一起拖 嗯 这地方对下来还比较精彩的 嗯 再火 火 斩 给我们解释一下精彩之处呗 嗯 其实这棋要说精彩之处的话啊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这地方可能对职业来讲还比较正常的一样 嗯 这棋的话 斑 其实这部斑的话 我觉得啊 我其实觉得这部斑它可能 按照我们的算法从后面来讲 它可能就应该单粘一个 嗯 然后它斑一个的话就是想先便宜一下吧 那白黑的这部拖 拖的话实际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是走这个 我就夹住这边有一段这边有一尺了 你就只有斑这个 然后这样下我再一退 本来的话你如果是尖的话 黑白的就很自然地给你绑住了 这样的话你这块鞋没火 你就得从这外面怎么想办法 但是现在的话我这些脱掉了之后 我再一退 这时候你要想杀我 你就只能点到这儿了 走这儿杀 走这儿杀的话 这其实如果说我跑出去的话 这个时空和这个就差了很多了 嗯 其实这地方就像这个拖相来是一部手机嘛 就是说白旗搬的时候 这时候孟太林拖这时机非常好 是吧 拖这个时机非常好 当然这个我说的很精彩 其实对职业来讲 这其实就没什么了 其实是正常的是吧 对我们来讲是很精彩的 你其实也不错 但是还是业余对吧 然后唐老师还夸我一句 就在这儿 那这个黑旗明显的就感觉孤单了 黑旗也确实 马斯特它是不是就特别擅长于把你的某一个子给这么大范围的这么搁下来 让你变成孤旗 对 它实际上是 它是一种思路吧 对 是一种思路 其实像现在下棋的话 人下棋的话 一般来讲喜欢那个先到后洗 就觉得如果攻击好像容易落空 对吧 所以先把空脑再洗蛋 但是对马斯特来讲的话 你觉得他先到后洗好像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了 他的攻击的时候他的判断力都是特别的强的 先到后洗就觉得你杀不掉他 你如果也得不到相应的好处你这棋肯定就亏了 但是马斯特他其实他的棋你看他真的杀棋的时候是很少的 但是他总是攻击你 攻一攻的你这棋 你就好像你就发现他的收获好像比你捞的还多 是吧 对他这个整个棋的判断都是很强的 没走 没走 对他尖这边了 尖这边黑棋就打那个 就沾嘛 就沾 本来很远白的先打一下然后再跳现在 跳过来 嗯 那现在我觉得上面这也攻击上也告一段落了 白棋是不是又争一先手 白棋现在走了这个吗 跳了一个 对 嗯 他能腾着手来跳这边 这上面是不是又是争一先手 下面不是已经死了吗 黑白 对啊 就他先手把黑棋吃掉 是吧 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去后手吃 哦 这样去后手吃 见他后手吃 见一个后手吃 嗯 但是这个黑棋算不算是联络这个 这个 这个的话怎么说 这黑的还没活嘛 他得想办法走棋啊 对 所以这地方 这地方黑的这 等于没法联 他中间都能走棋 现在看起来白棋从飞的开始算吧 白棋就上面吃了有 二四六八十 差不多二什么棋吧 可能不到一点 也许多 但是而且进到这儿去以后还有一家 这 黑的就是断一个这个 这个稍微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 这全部都被吃掉了 嗯 本来黑的这地方稍微捞了一点空 但是白的走得很厚 你看这一通战斗下 上面黑的其实是一无所获的 嗯 就是黑的这块损失还是挺大的吧 嗯 对 但是实际上当初 飞的时候黑的其实也不好办 因为这个地方 把它相当厚 你这地方又欠一段 这地方现在这个头就没有了 嗯 被一飞的时候黑的可能也只有弃子 但是这弃子反正弃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弃肯定是 这弃子也没弃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对 这应该是死掉了 被动死掉了 不是弃子吧 但是你 他总觉得他如果不想死的话 他跳这个 他跳这个他怕全死了 对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弃了 他想看能不能在外面 转到外面 当然好像弃了弃了 但外面并没有转过来 嗯 外面没有转过来 就是还是没什么收获 嗯 再走这个 嗯 这梦他连后面我看他 其实还挺能搅的 嗯 后面搅的 后面好像是输怎么办是吧 是不是 对 输怎么办 那你看马斯特现在都下得很稳健 其实这些要先攻击黑起的话 是不是也能赚一点目数 其实也说不清楚 嗯 这梦太灵也是不理他 他夹脚也不理他 对 梦太灵你搅起来也是相当厉害的 啊 其实以前 以前我记得彭拳说我的梦太灵 他说梦太灵 他说梦太灵你搅起来 能搅翻任何一位选手的 哇 他站这个 对 不是说你的棋也是这种棋风吗 一到大赛的时候特别是 发挥特别好 任性十足 也是能搅翻任何棋手的吧 只能说我平时下来有点臭了 哈哈哈 千许你这是 嗯 大概到这儿这附近的话 你觉得 现在这个形式怎么样了 现在形式 嗯 黑漆全盘的话也就50目左右 不这样的有 嗯 白的也差不多50 这时候黑的应该是总是不太够 而且这地方还是有点毛病 嗯 后面我看黑的其实光子还下的还是不错的 像这个地方都被黑漆一个利收了 其实这白漆要是利下的话 黑的最后还是得不回去 嗯 黑的后面光子其实便宜不少 还后面白 比如说一提这俩子摸个后手 然后这种其实被利收 嗯 感觉白的还是很 现在的话这个局面应该是说黑白是平控 是吧 对差不多是平控 那你觉得这盘棋master积累优势主要是在哪里 嗯 master积累优势我觉得开始还是优势是就已经积累 就肯定是有了 嗯 就第一个局部的时候 第一个局部就有了 然后后面就是它运转的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稳健吧 我觉得后面的话 其实这些局部我后面也没觉得黑的有明显亏的地方 嗯 但是这棋走一走就黑的 最后你看就还是白漆这块也后是发挥作用 这些一走 黑的最后被迫棋子 然后白的这实控的优势就确立了 嗯 所以这盘棋其实还是在于白漆怎么能发挥这块比较厚的棋 然后对付这个子 对 是吧 对它就对这块运用还很好 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一代都差不多 嗯 这代都差不多 嗯 其实后面的话孟太玲虽然能绞 但是其实是master也有退让 所以最后呢 是赢了2.5目master 对 好这盘棋呢我们就摆到这里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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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